大家好,我是Stan 由自身育儿专家们聚集 向父母们辅导反映当下育儿趋势的节目 在韩国是非常有人气的节目 而在上个星期播放的内容 撕碎儿子的心里话 让很多网友们都流泪了 首先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背景内容 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与奶奶住在一起 奶奶在几年前做了腰部手术 去年又做了甲状腺手术 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但因为儿子媳妇都在上班 所以要一个人照顾四岁孙子和六个月大的孙女 并承担了所有家务 而在节目中能看到 这对夫妻下班回家后 也互相推卸照顾孩子的责任 并经常过分的责骂孩子 而不是称赞他们 最重要的是 奶奶的教育方式与父母的教育方式 也一直发生冲突 例如 奶奶认为在吃饭前吃零食是不可以的 所以会阻止孩子吃 但是妈妈认为 吃一些零食是可以的 所以会在旁边说可以吃 这让孩子感到非常大的困惑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四岁儿子在情绪上难免会感到不安 而且在生了第二胎后 妈妈因为比较照顾较小的妹妹 让四岁儿子逐渐感到自己失去了父母的关爱 在妈妈抱着妹妹 带儿子来到儿童游轮场后 妈妈对儿子说 要给妹妹换尿布 还要喂奶 儿子很焦虑地对妈妈说 送完妹妹一定要回来 但妈妈一转身 儿子就会感到不安地跟着妈妈 然后在儿子集中精神玩一个游戏的时候 妈妈为了休息离开了那个地方 结果发现妈妈不见的儿子 就很紧张地四处找妈妈 妈妈妈的套着 妈妈了 妈妈肚子 爸爸 妈妈 我以后女孩如何 Tae 男孩子稍比 haciendo pic 那太漂亮了 你真贵了 żad�忠型first Problem 我们来听一下儿子的心里话 虚类 在手边才有情感 кот 妈妈妈女行家 你和玩玩最好嗎 我是不是說 很震驚 所以我會不想玩 你怎麼會 我會不想玩 你會想不想玩嗎 她的心情 也不用了 我喜欢这个 我看 那么小的孩子 却那样压抑自己的情绪 说等一下 这太令人震惊了 他还这么小 这本应是可以任性苦闹的年龄啊 我第一次看到四岁的孩子那样哭泣 宝贝啊 应该只是接受爱的孩子 却已经像大人一样努力忍住泪水 这怎么可以呢 四岁孩子为什么会忍住哭泣呢 不看都知道孩子哭泣时 父母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太让人心痛了 他们都是好人 妈妈从七岁开始就和他妈妈分开生活 所以可能没有体会到母亲角色和沟通的重要性 不过孩子太温顺了 父母和婆婆也是好人 对这个家庭来说 能出演这个节目真的是太好了 孩子真的很可爱 很让人喜爱 看到真心话的部分就感到心痛 我也跟着哭了 听说妈妈以后会好好地陪孩子玩 真是太好了 希望宝贝快乐地健康成长 祝福你身为父母 真的必须要给予孩子们 他们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 不光是用脑子想 而是真的要做到才可以 能看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 比想象的还要短暂 对于四岁儿子的心里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稳奇我寻留下来 稳ül明 都是每次就照顾的好笔的 在一起的心里 还没给他 胸里我 certains死忍 伤害